轻松的挥击球拍来来回回 最近网球可是他的心头好 瑞芳国中老师赵玉智 在瑞芳国中任教已经30年 第一年来到瑞芳国中 赵玉智便扛起专任体育老师的角色 他了解国中生郑历经青春期 特别有活力 因此他将运动带入课程 及实际操作 深获学生喜爱 他也辗转到各处室 从事行政事务 也担任过班导师 这30年下来 可说是经历相当丰富 神爱世人 这是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最真实 也是最深刻的一句话 上帝都爱我们 其实我们人在上帝眼中 是很脆弱 很没有能力 然后也不聪明 那他还是这样 让我们过得很好的日子生活 那其实我们当老师 看见学生 学生就是来学习的嘛 他能力一定需要再增强嘛 那他也是需要帮助 这是一个转化 所以我们将上帝给我们的爱 来分享给身边的小朋友 除了在瑞芳国中任教 他也积极参与地方社团 像是早永会 也因此结识了许多瑞芳士生 对赵玉智来说都是特别的缘分 除此之外 他也在教会辅导青少年 目前担任长老 而对于石头 他也是情有独钟 那我也很感动呢 赵老师能够呢 在他的领域里面 照顾我们的孩子 那第一个感动的话 就是说 我这里呢 一颗他最喜欢的收集石头 那当初我来的 来到瑞芳国中的时候 那赵老师呢 来到我的办公室 跟我分享的不是体育 而是跟我分享的就是 信心跟平安 他赐给我们瑞芳国中的信心跟平安 他就跟我说 小长 你在那里面 什么跟随风呢 随风呢 台语要念吗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人瑞民芳 所以呢 人水 命风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平安长寿 然后每一个人都像花朵一样 开得很芬芳 所以他对教育的期许呢 从这四个字 瑞芳 人瑞民芳 就知道说他是一个 教育奉献力的人 我来学校是来服务学生的 所以学生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 比如他不懂的地方 比如说他 其实也有学生问我一些功课方面的问题 那我也是愿意 如果懂的话我一定会教他 那学生如果有好的表现 我也愿意给他一些奖励 我常常想 一个老师每天花个一百多块 没有每天啦 一个礼拜可能几次花一百多块 那一个月可能花个一两千块 帮助这些孩子 让孩子每天来上课很开心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科目都一样 这个科目你只要教到孩子 喜欢这个科目 其实你就成功一半了 不管他学得怎么样 他就是喜欢 他喜欢上课 喜欢学 比如他喜欢学音乐 喜欢学美术 喜欢学英文 喜欢算数学 不管他学得好不好 至少他愿意 他喜欢 其实这个老师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回顾这三十年 在瑞芳国中的教书生涯 为了鼓励学生挑战自我 他常常自掏腰包 带着挑战成功的学生 就到便利商店 买饮料或零食 看到孩子们脸上挂满笑容 也让他感受到 十比寿更有福 而自身信仰也让他在教学生涯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认为老师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照顾学生 学生有任何需要协助的 他皆来者不拒 他说他教学 重在学生能够喜欢上课 让学生自发性产生兴趣 便是老师的成功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